他是搶東西的 你講到哪裏 就算許智峰兩部手機搶一部手機是不對的 都解決不了問題 那個問題是更大的利益問題 梁峰先生你又錯了 那個是一個公眾利益 講甚麼在這裏 四個字 行為粗暴 這種是搶劫 講搶東西呢 蔣麗雲呢 搶我的鳥籠 他的黨友叫譚耀宗 就不處理 我的鳥籠在立法會裏面 會議裏面被人搶了 你需要不需要道歉 你現在是否想我回應你 你搶我的東西 不肯處理 你是甚麼政黨來的 我在立法會裏面的權力 不是由民建聯 這些人可以剝奪 盜竊了別人手機裏面的私人 你是否傻的 蔣麗雅 那是政府行為 那位女士 她拿著手機 是政府給她 她不是私人財物 是要對公眾公開的 她有甚麼私人啊 那一部不是她的個人手機來的 做甚麼都好 我們都不應該搶東西 無論有沒有人搶你那一部 政府的手機 你都不應該 違反《基本法》的規定 走去偵察議員的行蹤 那個政務官 是代表政府在立法會做事的 政府不是監察我們 是我們監察政府 不好意思 今次事件 我們不要管那個人的出責點是怎樣 你為我好而拿了 鳥龍都是拿了 阿哥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許智峯就是為全香港的人 去看看政府 怎樣濫用他的公權力 進來我們立法會 將議員的個人私隱 包括他們可能助理的私隱 放在手裡 我現在跟你說 政府有責任去交代 我們是在《基本法》底下 去監察政府的 不是政府監察我們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不要說觀察 阿哥 你們那些民建聯 說什麼在這裡 你覺得這裡是人大嗎 立法會不是人大 也沒有人大委員長之次 我現在跟你說 許智峯 是wrecklessness 他們unfavorable 何君堯恐嚇人 在法庭拍照 法庭不告他 哥創成 假學歷 梁君現實 12年沒有申報自己的兩間公司 公職人員是不當罪的 周浩鼎 私通梁振英 喂 民建聯 你不如處理一下 你全部都不如找數 如果他們這樣監察 我可不可以監察你 走到民建聯 無緣無故跟 立法會主席 行喊一氣 去監察立法會議員的行為 還有一樣 助理可能都落盒 現在不知的 麻煩你公開那些事情 我覺得私隱專員公署 是完全錯的 他說在 立法會公眾地方的事情 應該不涉及私隱 他先看了一些事情 我打電話給許智峯 他說最少一半是私隱 哥